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 共兼敌四百余人 几个月后 陈庚巧用引蛇出洞计在神头岭设服 两个小时肉搏加枪战 避伤鬼子一千五百人 随后又在响堂铺设服 一个口袋阵套住五百多鬼子 避伤齐官兵四百多人 这三战直接把鬼子打怕了 他们除了恨 更多的是畏惧 以至于把陈庚同386旅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一心要找陈庚复仇 鬼子遭受沉重打击后 很快集结了七十辆汽车 载上两千名精兵强将 出动坦克 拖着重炮 还派出五架飞机配合 只找陈庚的部队 路上遇到别的部队几乎看都不看 都知道陈庚有个外号 飞毛腿 日军怎么可能抓得住他 结果鬼子尾随陈庚 追击了整整七天 还是一无所获 以至于鬼子沿途逢人就问话 是不是386旅的 这七天里 几乎386旅每到一处宿营 鬼子的飞机第二天必来轰炸 可是当他们猛扑过来 部队早就转移了地方 陈庚就这样率领386旅 以徒步与鬼子的汽车赛跑 鬼子始终没有一次抓到386旅 最后只得恼恨而归 一次 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 来到386旅考察 禁不住翘起大拇指 称赞说 386旅是中国最好的旅